第一點 國民黨一個百年大黨 到最後竟然要靠韓國瑜 來支撐 來復興 你看韓國瑜過去是被國民黨 早就丟在一旁 這只差 就是等於被打入冷宮 根本對他不理不睬 韓國瑜靠著他自己生命的故事 靠著他20年起伏 看盡人情的冷暖 他自己打上來 現在這個黨 國民黨整個靠過去了 如果只是靠韓國瑜一個人 他的熱力 他的寒流效應 我覺得國民黨就算贏了 四個字 勝之不武 國民黨這幾年來 失去政權以後 可曾對我們國家 我們台灣未來的走向 台灣的尊嚴 台灣的主權 我們的自由民主 我們的改革 年輕改革 司法改革 轉型正義 他們可曾提出任何的論述 或者思考應該要怎麼樣來改變 都沒有 國民黨到現在 至少到此時 此刻為止 還是保持那種封建的思維 由上而下的思考 難得來了一個韓國瑜 當然韓國瑜的 頂盛 我們民進黨 我們當然會重新好好來思考 來檢討 但是我還是在強調 民進黨既然中央在執政 我們認為做事情最重要 為國家 為社會做事最重要 選舉只是手段 我們平常心看待選舉 沒想到這個補選 被國民黨炒作成這個樣子 那勝負 勝敗的定義 也是因人 因黨而已 那你的勝負定義是什麼 對 我認為勝利的定義 應該就是說 勇敢面對 不管好壞 我們都承擔 這就是一種設理 這個通常是敗選演說 才會這樣子講 這有一點怪 不過剛才 事先說 這個國民黨靠一人救全黨 是對國民黨來講 是勝之不武 事先知道其實我們現在 在民調贏蔡英文的還不止一個人 好幾位 再這樣說 其實去年不要忘了 在縣市黨選舉 我們是15個縣市都贏 所以我們沒有叫做一個 叫全黨靠一人 而是韓國瑜的確 帶他呈現來的現象 我就是讓所有的政治人物 包括國民黨在內 接地氣 講真話 熱情 真誠 我覺得這就是他要帶給 我們所有人去思考的地方 可是我覺得國民黨來說 今天我覺得剛才 韓國瑜講一個話我很感動 就是團結 今天在政事為這一場 好多人大家都去了 包括我就說 如果今天不帶政 我也是在那邊 大家就是一個團結氣氛 所以韓國瑜本身現在當然是 大家最關注的部分 還有今天因為韓國瑜去了之後 整個真的三萬人 立委選舉可以三萬人 這根本就是 立委補選 對 補選 這是補選 投票率可能還不高 但是剛才雖然惠文有提到說 在現場的人 我也相信不一定都是三重人 但是這樣的場合 為什麼我後來說 坐三望四之後 絕對是四席全上 因為他有很大的催票效果 那個熱情 會讓明天支持國民黨的人 是鄭世維的人 我覺得都會 包括因為韓國瑜的效應 都會出來投票 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 會讓明天 鄭世維的選情 我覺得整個都會翻轉 所以真的我們這邊可以 還是四席全上 重新還是再重申一下 這樣的信心 不過事先說 只靠韓國瑜 國民黨勝之不武 民進黨整個黨這麼大 被韓國瑜一個人打敗 那又要怎麼定義 我覺得韓國瑜這個現象很好 而且應該讓他繼續擴大 因為我覺得韓國瑜 他創造了一個非典型的 政治人物時代的來臨 我覺得韓國瑜他可以衝擊 由內跟外裡面衝擊國民黨 讓國民黨的體質本質 進行很大的變化 讓國民黨的政治人物 都有一個學習的 一個新的榜樣 也就是說 過去國民黨的政治人物 確實不接地氣 確實跟人民有距離 但是我覺得韓國瑜 他創造了一種新的典型 這種典型是什麼 說實話 說真話 說直話 即使說錯了 認錯道歉 但是還是要秉得良心說實話 第一個 第二個 說老百姓聽得懂的話 第三個 接地氣 第四個 要拼命三郎的拼命做 也就是說我不再是養尊儲優 不再一定要喝1萬塊以上的紅酒 不再以前一定要坐黑頭交車 而是我拼了命做 我拼了命做 感動了老百姓 我把老百姓的小事情 當成我最大的事 我覺得韓國瑜的這種效應改變了 如果能夠衝擊面越大 如果能夠衝擊面越深 把整個國民黨的體質 能夠進行整個改造 這個怎麼會不好 好得不得了 所以一人救全黨又如何 黨可以救 這個代表這個黨 還有一點生命的氣息 如果這個黨都不能救了 這個黨都已經沒有生命氣息了 沒有生命氣息 就應該進入伏幕堆裡面 把它埋葬好 那麼作為永久的評鑑 你說這證明國民黨還有救 我覺得如果國民黨還有救的話 看起來是 國民黨很多政治人物都改變了 例如說我們也看到 曾思偉的態度也改變了 曾思偉在跟選民互動的時候 你看他腰已經彎得很低了 而且他的整個動作 他就可以幫你去記鞋子 或者幫你去做一些事情 你看新龍介他幫農民 漁民 他可以直接接到地氣 而且是一直做到底 做到臉曬得黑成這個樣子 換言之也就是說他在改變 很多人一個一個在改變 我覺得這個是好事情 一人救全黨 一個黨還能救 我覺得還不錯 如果一個黨還救不起來了 然後大家都說 你們應該改變 你們九和一敗成這個樣子 應該檢討 那是因為你們聽不懂 你們跟不上 你一個立委的選舉 這個影響台灣的生存的未來 會被大陸一國兩制和平協議 和平同意或是什麼 你要就是說才兩個立委 怎麼會這麼嚴重 這個很嚴重 你就可以看到這個黨 奄奄一息 已經幾乎沒有任何生命氣息 萬人救這個黨 那不要 對不起 萬人都救不起來的黨 就不要再救了 我覺得我們自己謀生比較好 但是如果一個人 可以把這個黨救起來 那就繼續讓他擴大效應 所以一人救全黨 是一個勵志的故事 如果全黨救一人 結果還救不起來 那才是一個悲慘的故事 賴教授提到這個 一人救全黨 我是比較希望一人救全國 因為對這個黨 我實在沒什麼好感 這是余天余大哥講的 余大哥他前幾天講 如果三重能引 代表寒流消失了 這是余大哥的高論 余大哥說如果三重輸 2020也輸鋼代就有提到 岂不出神一國兩制 不會啦 沒這麼嚴重 余大哥你不要怕 剛剛施建兄提到說 國民黨靠韓國瑜贏 勝之不武 其實主持人我有點介意 因為為什麼這樣講 觀眾朋友 我們選舉是比選票 選舉比選票 初選是比民調 藍綠都一樣 我給大家看民調 這是之前的民調 他七連勝 這哪有勝之不武 他說國民黨勝之不武 不是韓國瑜勝之不武 因為依惜 韓國瑜他是忠貞的 國民黨黨員 所以說對 王勢先講得沒錯 他曾經被遺忘 他去年要開機車圍 沒有人要幫他開 國民黨三十幾個地位 沒有人要幫他開 他跑去中央黨部 拜託李明顯幫他開 對 可是他並沒有 所以我說民調是贏的 所以觀眾朋友 我的意思是說 這個是禮拜二 平秀琳講的 我們評重講的 他 我講重點 因為我簡介 我也上iPad了 你也上iPad了 有必要 他說你在討論 自由經濟示範區 中央不給就是不給 我講重點 因為這次比較小 他說當市長 真的能夠翻轉台灣嗎 我非常感謝品總 起義來歸 終於我們 我是問號 對 所以真的 我有疑問而已 顯然是不行 所以我要跟我們觀眾朋友 韓國瑜當高雄市長 是沒有辦法翻轉台 他連翻轉高雄都沒辦法 他一定要選2020 然後讓他完全執政 讓他完全負責 這樣才有機會 我跟大家報告一下 我剛剛聽堅哥在講 我在旁邊我突然嚇一跳 我記得上禮拜堅哥是怎麼講的 他說國民黨不是有以天見嗎 不要打輸了怪武器不好 叫最強的出來 可是剛剛他變成講說 勝之不武了 不是 我是說 我認為總統大選 韓國瑜應該出籃 我從頭到尾 前後一次 表裡如一 我的意思是說 你整個黨都要賴在韓國瑜身上 連一個立委補選 候選人是誰 有的人名字都叫不出來了 只賴給韓國瑜一個人 這樣子對嗎 不只賴韓國瑜 不只消費韓國瑜 還把韓國瑜的夫人女兒 都拉出來消費 這樣子做對嗎 一個百年大黨 這我要講一下 我才說這個叫勝之不武 你看韓國瑜還沒有天天去 賴清德是幾乎天天去幫郭國文 所以他能夠把不管是三重 或是我們的台南 他只要去一兩次 馬上聲勢就大漲 賴清德怎麼去 對郭國文一點效果都沒有 所以對我們來說 我覺得他是有點酸 沒有 因為他說民進黨 沒有靠一人救全黨的 對 因為賴清德就沒有辦法 有這個效果 所以有點酸 票投出來才知道 我還是老話一句 2比2 交兵必敗 哀兵必勝 我認為只靠一個 被你們遺棄的韓國瑜 來救的這個黨 難道現在可以這樣子 賴清白成這樣 這我講的這個交兵 這由人民來決定 我還是認為 韓國瑜之於國民黨 就像以天見一樣 國民黨你已經有 最好的以天見 你就拔出來了 我剛剛講那個話 並不是要吐槽 我這親愛的間隔 我只是想說 民進黨如果也有以天見 他也可以讓國民黨 來聖職部一下 就讓國民黨講說 你比較強 你叫那個人出來 我都輸 你聖職部 有沒有這種人 就是當國民黨有以天見 是韓國瑜的時候 民進黨的屠龍刀在哪裡 講屠龍又好像殺到小龍女 這樣對小英又不好 所以小英當然是屬猴 他以前有人叫他小龍女 好 重點來了 民進黨如果有這麼強的 這樣子的一個助選人的話 當然你可以把他派出來 最強的目標才會打 在昨天之前 我的看法其實也是坐三望四的 我可以看 我也有上一些其他節目 或是我節目 為什麼 因為堅哥去了 堅哥在台北敲手 跟大家在揮手 跟我們一起於天 堅哥很有影響力的 但是今天出現變化了 今天當韓國瑜他來到 因為我本來昨天之前 所掌握到的韓國瑜不會來 所以韓國瑜就是變數 韓國瑜這個變數就是 其實是一個路線之爭 我覺得台灣民主政治 兩黨輪替都很好 小英總統他講的東西都是對的 也沒有不對 他希望能夠夠台灣維護主權 可是目前So far在現在 新北的三重我還不太敢說 台南基本上我覺得那個狀態 完全是Copy高雄的模式 所以韓國瑜 他可以影響民眾的熱情 我們現在在 YouTube上面的觀看人數 4萬5了 4萬5千人同時在看 代表什麼 代表韓國瑜來了以後 他就真的會引來很多關注 對不對 所以這種狀況之下 你看堅哥你的最多的影片 1400萬人看的 也是那時候你去質詢韓國瑜的 所以這個是沒有辦法 擋的情況之下 今天晚上的變數 我說昨天我看到 那個堅哥前天去站在路口 台北橋幫余天輝首 我覺得可能坐三望四 可是現在看到韓國瑜來以後 又會有轉變 為什麼 因為這就是國民黨的倚天劍 民進黨要趕快找出 民進黨的屠龍刀 那麼既然接著